公留的九世孙叫古宫陆父 也称古宫胆父 古宫胆父重新治理完善后继和公留的事业 积德行义 中国的国民都拥护爱戴他 荣迪的熏裕族攻打他们 想要夺取他们的财物 古宫就把财物交给他们 后来贪心的熏裕又来攻打他们 想要得到土地和民众 民众都非常的愤怒 做好准备将要和荣迪征战 古宫却对他们说 民众推力君主 是为了使他们得到利益 现在荣迪来攻打我们 是为了得到我们的土地和民众 民众在我这里和在他们那里有什么不同呢 你们为我的缘故而去征战 将会因此杀害你们的父亲和儿子 我在这种情况之下继续做你们的君主 我实在于心不忍啊 说吧 古宫便与家人和亲属离开了冰地 渡过汽水 居水 翻越梁山 驻扎在祁山脚下 冰地的人民 知道古宫离开 举国扶老携用 全都重新回到古宫所在的祁山山下 就连旁边的诸侯国 听闻古宫的人德 好多也来归附于他 古宫从此 革除了荣迪的习俗 开始建筑内城和外城 还有宫室房屋 划分诚意 让民众居住 设立司徒 司马 司空 司氏 司寇 五种官职 分管不同的事物 人民都做诗歌 歌颂他的人德